那其实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除了鞋 还有很多的可以选的东西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就会选择 特别透气的那种叫紧身衣 但是我听说过一种叫爆汗服 看到很多人都会穿那个爆汗服 然后在比如说动感单车的时候 就大运动量的时候 然后让自己疯狂地出汗去燃汁 但是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普通的 或者说我没有这么多迫切 这燃汁希望的人 我就选择这个速干衣就可以了 问题又来了 爆汗服和速干衣究竟有什么不同 漂亮最重要 我跟你说一套好的运动服 是让我去运动的最重要的动力 就是要美是吗 就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管它什么爆不爆汗 速不速干呢 是的 王大哥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都没看明白 王大哥刚刚吃完喜玉的自助餐 大汗淋漓地从汗蒸房当中 坦若无然地走出来 你一看你就不运动 这分明是从运动那出来的知道吗 专业 虽然我不怎么运动 但是这个装备特别的专业 你看一般跑步都这样 都一背毛巾 就是我觉得这个毛巾吧 就比如说围在童童身上或者木齐身上 就会很好看很合适 围在你身上上面有点短 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了 也能理解 就运动的时候确实会经常出汗 有些人可能就是出汗很大 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宁可让他多出一些汗 好像才会有点效果 对啊 是不是 所以这就因运而生了暴汗服和素肝衣 对 对 你们穿过素肝衣吗 对 都穿过 我这没穿过 我必须承认一下这两样我都没穿过 因为确实没有我这样号的 许中心没有 许中心 连这浴服我都穿不下去 对 做自带 我从来不会穿素肝衣 因为我去运动就是为了流汗 我就是为了去减肥 我一定穿暴汗服 我动都动了 为什么不让自己事半功倍呢 我们这就有一个暴汗服你的是这种吗 我跟你讲 我的暴汗服是那种直接到胸上 然后带两个袋 那种像背带控一样的 超级马力 对 就超级马力那种 然后每次把暴汗服一脱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骑的过程当中 它随着你的动作的律动 它那个汗就会从暴汗服里狂流 真的 那个汗真的出的不是一腥半点 就是跟你洗了个澡一样 遇到倾盆大雨那种感觉 我们工作人员体验了一下暴汗服 真的会有暴汗的效果吗 工作人员穿着暴汗裤 在跑步机上跑了几分钟的时间 果然 看看这汗 真的是暴汗的效果相当明显的 那么运动的时候 穿暴汗服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我绝对不会穿暴汗服 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像是 把那个垃圾袋裹在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 比那个还要厚重的感觉 我们来问问段老师 就是暴汗服这种产品 对于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影响吗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因为有很多人现在 比如说急于减肥 他们的错误观点是认为 出汗越多 他们减肥越快 对 他们才会选择暴汗服 对 因为暴汗服它是一种密封的 对 然后这种不透气 不透气 包括比如排汗会很快 但是所有的排汗是出不来的 是的 都在她的衣服里面 反而对她的身体 对皮肤 容易湿疹吧 我觉得 对 这个会疼 我是穿过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膝盖其实会疼 像风湿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湿气太重了 对 我没有穿过暴汗服 因为我是一个天生特别会出汗的人 就即便穿普通衣服都会汗很多 如果运动完之后就会特别多汗 所以你也会佩戴毛巾吗 所以我不会穿 所以他不专业吗 我不会佩戴毛巾 我会穿苏干衣 而且我买了一件非常美的苏干衣 健身房就是一道风景 我现在身上这个就是苏干的 这个我知道是苏干 然后你出多汗它都会很快干掉 你会穿暴汗的 但是如果你穿普通的那种T恤的话 棉质的 它就会一直是湿的 对 我在穿的时候 我是在暴汗服里面会再穿一个苏干衣 苏身衣 那就更紧 对 那样会特别紧 但是你就是脱出来之后 你确实能看到维度会小 就是立竿见影 没错 你不觉得那个有点把人弄得像果香肠一样 为了美都可以的 就是如果是说我要剪脂 对不对 然后我又要不让我的那个汗让我湿疹的话 那我肯定会里面穿一个苏干衣 外面再穿暴汗服 那没有用 那干不了了吧 苏干衣那个汗就干了 然后你就继续出汗 你这个说出去之后 我真的要帮你把咱们家务市主人的水瓶 往上拉一拉 这个不通风的话你怎么干 你的苏干衣 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暴汗服里 按一个电扇 然后你再穿一个苏干衣 我用一个新风系统 对 就跟那个帽子上戴一个电扇的 灯水瓶颗的一样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对于暴汗服和苏干衣 还是有一些认知不清的 对 咱们还是要请教两位老师 那大家所期望的这些 通过暴汗服让自己瘦下来 这个科不科学 对 他们的梦想能实现吗 对 是这样的 因为好多人认为我出汗比较快 确实出汗比较快 对 但是你的身体可能只减掉了大脏的水分 因为你大脏的水分已经蒸发掉了 他对你的减肥效果不会太快 比如说一些空气中的运动员 他们要打比赛 他们到最后的阶段 他们只会减掉它身体的水分了 因为他们的脂肪已经减得很低了 所以他们会采用这个包换服务 比如说有的 因为他们是全球运动员 他们在最后多少公斤级的 分级别的 对 因为这个我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全球运动员 因为我们是马上要称重 可能两天要称重 那时候我们已经减了 脂肪已经很低了 从57要减到51 因为我们要打51公斤的 所以最后的阶段只能借助这个了 毕竟还不能喝太多的水 明白 减水分 对 它主要是减大脏的水分 所以说还有一点不好的因素 就是你们受到大量的汗 在我们的体内 我们的身体和皮肤接触 是排不出来的 会导致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太好 普通的这种运动 比如运动 户外运动 还是无论在健身房运动 还不太建议你们去选择 这是专业的 对 真正要穿的话 20分钟左右 要快速地把它换下来 穿完之后 20分钟 因为这个 其实就给你们在身上 裹一个塑料薄膜 对 完全不透气 是一样的 穿完过多的话 如果我们不及时换掉的话 它会出现湿疹 好过瘾 所以我们很容易着凉 因为它到时候 一体温下来之后 我们的身体是凉的 汗都是凉的 其实我建议大家 就是在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穿素肝衣 对 而且是漂亮的 对 是 因为这个运动完了以后 就像刚才段老师说的 是吧 身体会凉下来的 这样因为你锻炼的时候 就是抵抗力都会下降 然后你身体再一凉 你的感冒几率会非常高 这样的话 你就起不到 其实太好的作用 没有锻炼的效果 对 你这一些歇一星期 你的肌肉量会掉 然后你还要吃补 又会回来了 对 而且就算你穿素肝衣 也一定要在它湿透了以后 及时赶紧换掉 更换掉 对 而且就算是素肝衣的话 它也会贴在身上 明白明白 就是你运动完了以后 先给它换掉 汗烙了再击倒 对 今天我知道 其实我们大家在健身房里 其实可能更多的诉求 除了锻炼身体 还是希望减掉一些的脂肪 对吧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太好了 大家都有瘦身的这个愿望 那么出汗能够减脂吗 好像不能够 因为刚刚段老师提到了 出汗它会代替掉你的水分 体重时明显会下降了 一伤症出这么多汗 掉了两斤 好高兴 等于是我穿那个爆汗服 我减掉的不是脂肪 只是体重是水分 水分 那我掉了那么多水分 那我得多喝点水 像我呢 就是我也没有说要出很大的汗 所以我也没有这种需求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穿纯棉的 就进了那个 就是健身房去运动 然后这样的选择可以吗 就不需要这两种 最好不这样 对 因为这个棉质的衣服吧 它排汗量会非常小 会马上站在你身上 你得更换频率非常高 速干衣它确实能让你的汗瞬间出来 透气 对 透气会很好 你的更换频率就没有那么高了 爆汗服不透气 会短时间让人体大量出汗 但是对减脂没有作用 反而会使人体突水 运动时不建议穿着 速干衣透气好 出汗后可快速干爽 减少运动时 因出汗带来的不适感 感谢观看